隨著年假腳步 約進機場搭機的人潮越多 不過現在出國玩 爸媽要擔心的不止呼吸道疾病 還有突然升溫的國際麻疹疫情 光在歐洲2022年 麻疹確診941人 2023年暴增到4.2萬人 還有五人死亡 等於增加了45倍 整個部分歐洲看起來有 明顯上升的一個趨勢 那在馬來西亞跟菲律賓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 也都持續在增加 所以呼籲如果是家長 要帶幼兒前往這一些流行地區的話 先接種完麻疹疫苗再去 就怕麻疹疫情燒進國內 尤其因幼兒確診麻疹 容易病發中耳炎和腦炎 麻疹確診出期 症狀包括發燒鼻炎 還有科室斑點 之後進入全身皮疹的發疹期 透過接觸和飛沫傳染 傳染力高達99% 因此建議只要距離上一次的疫苗接種 超過15年的民眾 或是未滿12個月大的嬰兒 春節出國之前都要補打麻疹疫苗 就算不出國 在國內也有新冠和流感疫情 上週內流感就診人次高達11萬4754人 是三年的同期新高 疾管署祭出鼓勵接種措施 50歲以上民眾接種公費疫苗 包括新冠流感還有肺炎烈球菌 就可以獲得10支新冠快篩 這個春節後是不是淚流感還會再有一波的疫情 目前還有待觀察 我們比較應該確認的是新冠 應該是會有再有一波疫情 那也不排除說淚流感有可能 因為春節人潮活動的關係 在春節後會再有一小波的一個上升 就怕呼吸道疫情 春節炸開 除了衛福部立醫院 其餘157間醫療院所 也有開設了特別門診 讓民眾在初一到初三 不至於感冒了 求助無門 巴拉新聞和平利松元採訪報導 第一次給你 日本貝... 最快的 uestoha